哈喽,我是Abby 这是小王子的第五集 如果你想要看这一集的文字 或是你想要下载这一集的audio file 你可以到我的网站 talktaiwanismandarin.com 我帮大家做好了这个pdf的文字 包括中文 traditional and simplified chinese 还有拼音、注音和英文 让大家可以边听这个故事 边看文字边学中文 那这个系列是我自己翻译重新编辑的 所以我用的文字都是比较口语 比较日常生活 就是everyday language 因为一般的书或是小王子 其他的系列是比较文学的 跟我们一般讲话不太一样 那我相信大家学中文 是比较像学我们平常讲话的样子 那不管你听这个故事 是为了想要放松 想要学习中文 或是想要好好的睡觉 我都希望你们有美好的夜晚 美好的一天 那我们就开始吧 小王子第十一章 第二颗星球上住着一位爱慕虚荣的人 啊 有个仰慕者来看我了 他大老远看到小王子走来就大叫 对爱慕虚荣的人来说 所有人都是他的粉丝 小王子说 早安 你戴的帽子真奇怪 这帽子是用来回礼的 爱慕虚荣的人回答 有人为我欢呼时 我就举起帽子来回礼 可惜 从来没有人经过这里 啊 真的吗 小王子搞不懂他在说什么 请你拍手 爱慕虚荣的人对他说 小王子开始拍手 爱慕虚荣的人 举起他的帽子来表示回礼 这比刚才拜访那个国王好玩多了 小王子心想 然后又拍起手来 爱慕虚荣的人又举起帽子回礼 五分钟后 小王子开始玩腻了这个单调的游戏 要怎样才能让你把帽子放下来呢 但爱慕虚荣的人没听他说话 爱慕虚荣的人只听赞美的话 其他都听不进去 你真的很仰慕我吗 他问小王子 仰慕是什么意思 仰慕的意思就是你认为 我是这个星球上长得最帅 最会打扮 最有钱也最聪明的人 可是这个星球上只有你一个人啊 你就行行好仰慕我吧 我仰慕你 小王子怂怂见 说 不过这对你来说有什么好处 小王子离开了 大人们真的很奇怪 小王子边走边想 第十二章 下一颗星球上住着一个酒鬼 短暂的拜访 却让小王子陷入深深的忧伤 你在这里做什么 小王子问 酒鬼静静地坐在一堆空酒瓶 和一堆还没开的酒瓶面前 我在喝酒 酒鬼回答 带着忧愁 你为什么要喝酒 小王子又问 为了遗忘 酒鬼回答 遗忘什么 小王子问 已经开始同情他了 酒鬼低下了头说 忘掉我的羞耻 什么样的羞耻 小王子想帮助他 就继续问 酗酒的羞耻 酒鬼说完 就再也不开口了 于是 小王子困惑地离去了 大人们真的非常非常奇怪 小王子边走边想 第十三章 第四颗星球 是一位商人的星球 这位商人太忙了 连小王子走到他面前 他也没抬起头来 早安 小王子说 你的烟习了 三加二等于五 五加七等于十二 十二加三等于十五 早安 十五加七等于二十二 二十二加六等于二十八 我没时间点烟 二十六加五等于三十一 哇 一共是五亿零一百六十二万 两千七百三十一 五亿个什么 啊 你还在啊 五亿零一百万 我不记得了 我有太多事情了 我是个震惊人 我不会浪费时间闲聊 二加五等于七 五亿零一百万个什么 小王子又问 只要问了问题 小王子就不会放弃追问 商人抬起头来 我住在这个星球 有五十四年了 我只被打扰过三次 第一次是二十二年前 一直不知道从哪里跑来的金龟子 发出很可怕的声音 害我算数算错了四次 第二次是在十一年前 风湿病发作 运动不够 我没时间偷懒 第三次 就是这次 我刚刚说到五亿零一百万 一百万个什么 商人发现 如果他再不回答 就不得安宁了 我们有时在天空中 看到的那些小东西 苍蝇 不是 是会闪闪发亮的小东西 蜜蜂 不是 是会让懒惰的家伙 做白日梦的金色小东西 我可是个震惊人 没时间做白日梦 啊 你是说星星吗 对 就是星星 你拿这五亿颗星星做什么 是五亿零一百六十二万两千七百三十一颗星星 我是个震惊人 我很精确的 你拿这些星星做什么呢 我拿他们做什么 对啊 不做什么 我拥有他们 你拥有这些星星 是的 但是我见过一个国王 他 国王不拥有星星 他只是统治 这是两回事 你拥有这些星星有什么用 让我很有钱 很有钱有什么用呢 就可以买更多的星星 如果有人发现更多的话 小王子心想 这个人的想法有点像那个可怜的酒鬼 但是他继续问 一个人怎样才能拥有这些星星呢 你说星星是属于谁的 商人不耐烦地问他 我不知道 不属于任何人 他们属于我 因为是我最先想到的 是这样吗 当然 你发现一颗没有主人的钻石 它就是你的 你发现一座不属于任何人的岛 它就是你的 你最先想到一个点子 你申请专利 它就是你的 我拥有星星 因为在我之前 从来没有人想到过 要拥有他们 这倒是真的 小王子说 那你拿他们做什么呢 我管理他们 我反复计算他们 商人说 这很难 不过我可是个正经人 小王子还是不满意 如果我拥有一条围巾 我可以把它围在脖子上 如果我拥有一朵花 我可以把它摘下来 但是你不能摘下星星啊 不能 但我可以把它们放进银行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我可以在一张纸条上 写下我的星星的树木 然后把这张纸锁进抽屉 就这样 这样就够了 很有趣 小王子想 有点失忆 但这不算正经事 对于正经事 小王子的看法 和那些大人们很不一样 小王子继续说 我拥有一朵花 我每天给它浇水 我拥有三座火山 我每周会打扫一次 甚至那座石火山 我也会打扫 谁知道它会不会活起来呢 我拥有它们 对我的火山 对我的花来说 都是有用的 可是你对你的信心 一点用也没有 商人张着嘴 无言以对 于是小王子走了 大人们真是不可思议啊 他边走边想 第十四章 第五颗星球很奇怪 它是所有星球中最小的 那里只拢得下一盏路灯 和一个点灯人 小王子搞不明白 在天空的某个地方 没有房子 也没有居民的一颗星球上 一盏路灯 和一个点灯人 有什么用呢 但他告诉自己 也许这个人很荒谬 但他没有比那个国王 爱慕虚荣的人 商人和那个酒鬼更荒谬 至少他的工作 有一些意义 当他点亮路灯 就好像为一颗星星 或一朵花 带来生命 让他洗掉路灯 让星星和花入睡 这是一个美好的职业 因为美好 就真的有用 小王子来到那颗星球时 恭敬地向那位点灯人 打招呼 早安 刚刚你为什么 把路灯洗掉呢 这是规定 点灯人回答 早安 什么规定 把路灯洗掉的规定 晚安 然后他又点亮了路灯 那你为什么又把灯点亮了呢 这是规定 点灯人回答 我不懂 小王子说 点灯人说 没什么好懂的 规定就是规定 早安 他又把灯洗掉了 然后他拿出一条 红格子的手帕 擦了擦耳头 这份工作真要命 以前还算合理 我早上洗灯 晚上点灯 白天起雨的时间 我可以休息 晚上剩下的时间 我就睡觉 后来改规定了吗 规定没改 点灯人说 问题就出在这里 这颗星球 每年越转越快 规定却没改 然后呢 小王子问 然后他现在一分钟转一圈 搞得我连一秒休息时间都没有 我每分钟就得点亮一次 再洗掉一次 真好玩 你这里一天就只有一分钟啊 一点都不好玩 点灯人说 我们这样聊天 就过了一个月了 一个月 是啊 三十分钟 三十天 晚安 还又重新点亮了灯 小王子看着他 很喜欢这位 尽忠职守的点灯人 他想起自己以前 挪动椅子去追寻日落 他想帮帮这个朋友 你知道吗 我有一个办法 可以让你想休息的时候就休息 我很想休息 点灯人说 一个人是可以 既忠诚又偷懒的 小王子接着说 你的星球这么小 三步就可以走完一圈 你只要慢慢走 就可以一直待在太阳下 想休息你就走 你想要白天多长就多长 这对我没什么好处 点灯人说 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睡觉 那真不幸 小王子说 我真不幸 点灯人说 早安 他又把灯洗了 小王子继续他的旅程 心里想 这个人也许会被其他人 那个国王 爱莫虚荣的人 酒鬼 还有商人 瞧不起 但我觉得 在这些人之中 他是唯一不荒谬的 可能是因为 他不会只想着自己 他叹了口气 想 这个人是唯一可以和我做朋友的 但他的星球实在太小了 容不下两个人 小王子没有承认的是 其实他舍不得离开这颗幸运的星球 因为每天可以看到 1444次日落 第十五章 第六颗星球 比刚才那颗大十倍 上面住着一位老先生 写了很多像砖头一样厚的大书 哦 来了一位探险家 一看见小王子 他就大喊 小王子在书桌旁桌下 有点气喘吁吁 他已经走了很多很远了 你从哪里来 老先生问 这本厚厚的是什么书 小王子也问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是地理学家 老先生说 什么是地理学家 就是一个知道哪里有海 有河 城市 山脉 和沙漠的学者 这很有趣 小王子说 终于遇到有一个人 有真正的职业了 于是他环顾着 为地理学家的星球 他从没见过 这么壮观的一个星球 你的星球很美 有海吗 我不知道 地理学家回答 啊 小王子很失望 那有山吗 我不知道 地理学家回答 那有城市 河 和沙漠吗 我也不知道 地理学家回答 不过你是地理学家耶 没错 地理学家说 但是我不是探险家 我非常需要一位探险家 地理学家的工作 不是去计算城市 河 山脉 海洋 和沙漠的数量 地理学家太重要了 不能到处乱跑 他从来不离开办公室 但他会接见探险家 把他们的探险经过 记录下来 如果他对某位探险家的叙述感兴趣 就会请人去调查 那位探险家的人品 为什么 因为如果探险家说谎 会给地理书带来大灾难 酗酒的探险家也一样 为什么 小王子又问 因为喝醉酒的人 会把一样东西看成两个 这样就会让地理学家 把一座山记录成两座 小王子说 我认识一个人 他就是糟糕的探险家 有可能 一个探险家有好的人品 我们才会去调查他的新发现 有人会去看吗 不 那太麻烦了 我们要求探险家提出证据 例如 他发现了一座大山 那就要带一些大石头回来 地理学家突然兴奋起来 你 你是从远方来的 你是一个探险家 跟我描述一下你的星球吧 地理学家翻开他的记录本 开始削铅笔 他先用铅笔把探险家的描述 记录下来 等探险家提供证据后 他再用钢笔记录 怎么样 地理学家问 呃 我住的星球没什么意思 小王子说 那里很小 我有三座火山 两座活的 一座死的 不过也很难说 很难说 地理学家说 我还有一朵花 我们不记录花 地理学家说 为什么 花是最美的 因为花是烧纵即逝的 烧纵即逝是什么意思 地理学家说 地理书是所有书籍中最珍贵的 它们永远不会过时 一座山很少会改变位置 海洋也很少会干涸 我们只记录永恒的东西 可是 石火山会醒过来啊 小王子打断他 烧纵即逝是什么意思 不管火山是死的还是火的 对我们都一样 地理学家说 我们关心的是山 山不会改变 烧纵即逝是什么意思 小王子又问 他一旦问了问题 就会问到底 意思就是 很快就会消失 我的花很快就会消失吗 当然 我的花很快就会消失 小王子自言自语 他只有四根刺来保护自己 对抗这个世界 我却把他独自留在我的星球 小王子第一次感到后悔 但他马上又鼓起勇气 你建议我去拜访哪里呢 小王子问 地球 地理学家回答他 地球的名声不错 小王子走了 想着他的花 小王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